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帶網友朋友過來體驗一下 比較有代表性的新派廣式點心 我們現在所處於的位置 就是中環廣場的四樓小茶樓 小茶樓就是以他們的精緻摩登禦菜 和創新的廣式點心為主 從正門一進來 首先看到的就是這個非常特別的吊燈 還有這個好像船的造型一樣的吧桌 店內所用到的每一樣東西都是精挑細選 例如吧桌上的這個幻彩紅酒杯 這間小茶樓就是早上10時開始營業 我們準時來到是第一桌客人 裡面的桌子都是以小型的方桌為主 原桌就只可以坐四個人 今天我們一共六個人喝茶 所以就拼了三張小桌在一起 在小茶樓喝茶非常特別 很多普通的茶在這裡都不會提供 這裡的茶都是與眾不同 今天我們喝的就是白桃烏龍 首先上來的就是黑松露野菌餃 12元 這個就是我每次來都會必點的彩虹蝦餃 上一餐吃了米芝蓮嘴煲 網友沒話說 今天有很多話說 嗯 嗯 很美味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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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 剛剛好 很好 麥克 怎樣? 蝦餃沒得頂 蝦餃沒得頂 沒話好說 小茶樓的彩虹蝦餃 皮又薄入口又爽 餡內的蝦更加值得一提 他們所用的蝦是虎蝦 在廣州用到這樣級別的蝦茶樓 絕對是屈指可數 皮和餡的味道都非常完美 黑松露野菌餃層皮正形通透 這層皮真是錄得夠有水準 一咬開裡面 黑松露的香 野菌的香 和小瓜的爽 融合在一起非常好吃 黑松露的味道 剛好很濃 吃得真是 很濃 很濃 好香 好香 小心龍奶包 這隻巴掌被稱為 在廣州數一數二的流沙包 高水準的麵粉特別鬆軟 挑選過的蛋黃 再用合如其份的砂糖 入口有香滑的口感 同時又不會覺得甜 脆脆鮮蝦腐皮卷 38元一份 外面是炸到很脆的腐皮 裡面亦是大腐蝦餡 辣味蘿蔔糕 28元 上次跟上一碟辣椒醬 非常傳統的金蒜蒸排骨 34元 用的夠夠都是新鮮的排骨 排骨很滑 蒜味很足夠 網友自己的點評最真實 覺得好吃的會說很多 否則的話沒話說 網友說那碟蒸排骨的蒜汁很香 連汁也有買 每張桌子都會送龍蝦蝦片 入口超級脆 蝦味濃郁 大馬的網友教我們 全身吃蝦片的方法 泰國蝦餅醬 泰國甜辣醬 很好吃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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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你可以看到麥克風 可以 謝謝 你什麼都吃得出來 裡面有很多豬油 是啊 有豬油然後它會汁 它比較汁 嗯 珍珠糯米雞 兩件28元 其中一位大馬的網友 特別喜歡吃糯米的食品 這個就是他點的 蘿蔔糕底味非常好 辣味和蘿蔔的比例適中 粉頭也不會過多 整個蘿蔔糕底味入口非常香 我們就一致認為 舊蘿蔔糕就這樣直至吃 還好吃過點辣椒醬 你做的啊 蘿蔔糕 夠 夠味 那個蘿蔔糕 很軟 剛剛軟 很好吃 很好吃 不會炸了 不會煎了 不會太軟 雪山蟲露鵝乾包 這個包也是我每次來必點的單品 裡面放叉色的餡就吃得太多了 這個包裡面的餡 在薯蓉加黑松露 再加一小塊的鵝肝 皮酥包皮丸 餡就是滑 我非常喜歡 只要是華人 也會有一個中國胃 這隻就是網友 心心念念的廣式糯米雞 這個也是我每次來小茶樓必點的甜品 三和蛋白杏仁茶 三和二十八塊一碗 新鮮手毛的杏仁 再加上非常滑的蛋白 很香 青人摩椅 超級好的 蛋 還有蛋 蛋白 哇 有夠香又夠熱 又不會很甜 適合 適合 我們吃到差不多的時候 全場已經坐滿了 小茶樓所用的選材 絕對是一分錢一分貨 有水準的出品 絕對不怕沒有客人過來 今天有少少的遺憾 就是我們沒有試到這裡最出名的梳芙梨 下單說給一個男的服務員聽 等了半小時之後再問 原來他們沒有下單 如果再下單再等半小時 那又不想了 唯有下次呢 今天賣得一共406元 這餐茶的網友喝得非常滿意 你們所聽到的 都是他們現場最真實的點評 今天的視頻是廣州的小茶樓飲茶 品嘗摩登廣式點心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